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发学姐 最近AI圈真的是炸锅了 OpenAI加了让XGPT能暂停思考的新功能 Google释出Germin来三 中国开源圈Kimi K2开始学会自己想 连马斯克的Ground竟然也在玩迷宫了 AI这场战争真的是进入了第二回合 不只是比谁回答的快 而是谁更像人 谁更加会思考 今天这支影片我帮大家整理出了 最近这一波AI界的七大新动态 加未来的趋势观察 不管你是创作者 上班族 还是纯好奇 看完你一定会觉得 天哪 AI真的是开始有脑袋了 首先就是XGPT的暂停思考 AI开始学会被打断 OpenAI最近在XGPT里面加了一个新功能 叫Pause Thinking 也就是暂停思考的意思 意思是当AI正在想答案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去打断它 诶等等先别讲我要改问题了 以前的XGPT要是讲到一半 你插嘴的话 它可能就会整个卡死 现在它会说 OK重新想想 是不是超级像真人的 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级的大突破 因为人类最讨厌AI的 就是那种讲太多 但是又停不下来 这次的OpenAI直接给了AI社交技能 它学会听人说话 有开发者就说了 这其实是让AI更有EQ的一步 你不是在对机器讲话 而是在和一个会反应的伙伴对话 这个设计看起来很小 但对AI未来的互动体验是划时代的 Stability AI打赢官司了 AI图像进入合法新时代 这件事AI圈现在都在庆祝 Stability AI在和Getty Image的官司里面 法院判Stability AI胜诉 Getty之前就指控Stable Diffusion 偷用它们的图片训练模型 结果法院说 只要你训练资料是公开可取用的 这就不算是侵权 这其实是AI图像界的一口自由之气了 因为这场申诉 等于帮所有深层式AI开了绿灯 不然之前每家公司都怕 万一我训练资料里有版权图片 是不是要被告呢 现在法律第一次明确说明 训练不等于复制 但是这还没有完 接下来的音乐圈、影片圈也要上法院了 像Universal Music就盯着Suno、Udio这些AI音乐平台 有律师甚至预测 下一场战争会是资料透明的大战 Adobe和Shutterstock已经动作超快了 都在推授权素材训练的新型AI模型 所以这场官司虽然Stability赢了 但是AI创作的合规画之战 其实才刚刚开始 Kimi K2的思考版 开源登场了 AI真的在想了 中国开源团队Moonshot AI推出的 Kimi K2 Thinking版本 最近在开源圈掀起了狂潮 它最大不同的就是 AI回答之前会先思考几秒 画面上你会看到Thinking的字样 等几秒后才会出现结果 这几秒里面它不是卡住了 而是在推理 这个概念就是Risening AI 也就是推理型AI 以前的AI靠记忆库 直接吐出答案给我们 现在的AI要先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有点像学生背书 跟会推理的差别 Kimi K2的思考模式 甚至会显示出它的思考过程 你能看到AI是怎样一步一步去分析 排除错误 更夸张的是 它已经放伤了Hugging Face 让大家免费下载了 这代表Risening推理型模型 开始进行平民化 很多开发者都说 Kimi K2其实已经是 亚洲版的GPTO问了 确实 这波开源的反攻 真的是会让OpenAI压力山大 AI创进的Minecraft 可以挖矿盖房子的智能NPC 最近有开发者在Minecraft里面 放入了AI代理人 AI能听懂你的指令 自己去挖矿收集建造 例如你说帮我盖一个城堡 AI就会自己去规划地级挑材料 还会帮你省资源 这不只是一个游戏的更新 这是AI的行为学习实验场 因为Minecraft本身就是杀核世界 AI在里面能自由地去尝试 犯错然后学习 这种环境对训练通用人工智慧来说 太重要了 游戏公司也开始兴奋起来 想象未来的GTA SIDA或者魔兽事件 NPC不是预录台词了 而是有个性 有情绪 有记忆 你骂他 他会记仇 下次就不理你 你送他礼物的话 他下次就会帮助你 未来的游戏可能不再是玩家玩AI 而是AI在玩玩家 Invert AI推出了情感语音 AI角色现在会演戏了 Invert AI最近推出了全新的TTS 也就是文字转语音系统 这不是单纯的语音生成了 而是可以演戏的那种AI配音源 影片里面呢 一个角色在说话的时候 声音会跟着表情 语气 情绪同步去变化 跟着的是 你可以设定角色的性格 冷静理性 傲娇 暖男 疯狂的科学家等等 AI全部都可以帮你演得出来 对于游戏公司动画配音 虚拟角色的创作者来说 这已经不是工具了 而是即时演员 而且开发者现在可以直接在 Invert AI上面免费试用 最后呢就是超级震撼我的一个消息了 多角度Rora View导演升级 Graw会自己玩迷宫 这几天的AI影像圈真的炸了 首先是多角度Rora模型的问世 只要一张人像 AI就能生成不同角度光纤的版本 创作者呢叫Victor Mazda 他在X上呢就展示了 一张真脸照被AI变成了360度环绕视角的 完美保留五官一致型 这个功能直接让虚拟摄影棚进入单找多镜头时代 同时呢 Will也更新了 新增AI镜头运动控制 能自动切胶 推拉镜 模拟手持 拍AI影片的时候呢 真的开始有导演感了 最后是马斯克的Graw更新影片里面 他们让AI在玩迷宫游戏 AI不只是输入答案 而是学会观察地图 规划路径 自己走出出口 这件事象征着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AI从模仿变成了自学 当AI能在虚拟世界里面 学会适应反思的时候 AGI通用人工智慧 可能真的是在路上了 这一波AI更新看下来 我觉得关键词已经不是生成 而是变成了思考 AI开始有了自己的节奏 意图 甚至是风格 2025年的AI革命 不是谁画得快 谁写得准 而是谁能理解商校文 连贯逻辑 主动去学习 AI正在从工具 变成了会思考的系统伙伴 而我们人呢 要学会的 不是如何用AI 而是如何跟AI共识 那我是小发学姐 如果你喜欢这种AI趋势解读的 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留言告诉我 你最想试的是哪一个功能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中文字幕 李宗盛